好 開機 大家好我是超級普通人 今天要來試著優理電視 看看能不能救回來 自己準備了一些DIY工 現在來介紹一下 紙膠袋 如果是用最簡單的方法 就檢查待機電源是否正常 先把這個電視先關掉 現在反應都很糟 要一直按才會收到訊號 證明了就是 代官的問題 已經證明 這個這一條 出問題 好辦了 找一捲膠袋 找到他是哪一條代官問題 把它屏蔽掉 就可以 知道是哪一條壞掉 膠袋 最簡單的 解決方法 用膠袋貼起來 缺點就是 他就是會有一些 一條 水瓶的黑線條 硬看可能會很明顯 但遠看就還好 看能不能接受囉 是不會想再花錢 那就來貼膠袋吧 貼在哪裡 其中一條 慢慢拆 有痕跡喔 兩條 好 試試看這兩條 一條就是這一條囉 先屏蔽一下 那是不是黑黑的那一條 ㄃ㄟ ㄟㄟ ㄃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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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難差欸 是黑一些 進去 這個角度 停閉完成 接上電源 待機燈有亮 開機 電源開正常 會不會閃 有沒有在閃 沒有在閃喔 喔!沒有在閃喔 正常了 他媽 看不出來 這證明就是像國外YouTube的江燈那樣 就是這個帶寬的問題 停閉一定要壞死的帶寬 然後他如果運氣好的話 很明顯的會有一條 焦掉的痕跡 然後只要貼膠在屏蔽的那一條 你的電視就好啦 嗯 接下來就剩組裝回去喔 這些全部再裝回去 還可以撐多久 可以再屏蔽好一點 裝回去 收工 收 走 我是超級浮動來 我們下車的街 掰掰 以後如果電視壞掉不要記得丟掉 因為他可能還有救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或覺得有幫助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超級普通人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